大家好,我們今天的午餐就是在這一間吃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對於這個標誌是很熟悉的 因為壽司狼在香港,基本上開了分店 都會有很多人去排隊 我自己就沒試過在香港的壽司狼吃 日本都沒試過,這次是第一次 可能大家有留意到新聞 之前日本就發生了一件糟糕事件 就是一個小朋友貪玩 就在壽司狼裡面什麼都糟糕 所以導致壽司狼在日本的市值跌了很多 亦都少了很多日本人來吃 我們這些不怕死的,當然沒所謂 決定來試試,又不用排隊,真棒 這裏就是壽司狼的停車場 你看到其實它的空間很大 所以我可以想像到之前應該也有很多人來吃 但現在就不是很多車 我想只有兩成的泊車位有車泊而已 現在回轉壽司帶上面已經沒有壽司了 所有的訂單都要在這裏叫 現在澤太就努力選擇吃點什麼了 點完之後就告訴你這個碟是什麼顏色 剛剛看到就是銀色的 所以我們就要等個銀色的壽司盆送到過來 來到的時候它會有聲音提醒你的 我們的銀色碟 這個是銀色的 澤太,拿了拿了 兩碟 我聽說現在因為人少了 所以魚生漂亮了 但是木刷似乎很一般 因為現在人不多 所以我們看看下完餐後要等多久才有 現在是39分 現在澤太就按點餐了 我們也是照顧向顏色 四十四分鐘 第一碟送到了 這裡 大概等了五分鐘就送了第一碟來了 不過魚生的樣子都是一般 等著的時候發現了 我們的座桌就已經決定了有什麼顏色 例如我們14號桌就是顏色 對面26號就是青色 那就是看棋仔 等多了兩分鐘第二碟都來了 再過了一分鐘 第三碟都來了 緊隨其後的就是第四碟 第五碟都來了 很快 一次過來三碟 大約只八分鐘 我們點的五樣東西都已經齊了 我們今天的戰績是這樣 叫做淺嘗 剛剛吃完了 吃了3190日圓 我們不是吃了很多東西 因為其實它壽司的質素是相當一般 我之前都有吃過撞壽司 撞壽司的質素很明顯是在它之上 不過不要緊 因為這條片的重點不是去吃壽司狼 而是接下來的溫泉酒店 就叫做淺嘩 陳奔波